下面观金苏 里面说 谁相若是名为真念 多是要把相放弃 心里头不能有印象 有印象就坏了 真念就是无念 要做了无念也错了 也是写念 敬辉 辉所云 敬辉则是波如波罗米 是大臣发了 不是小臣发了 非人天小臣不尽智慧 人的智慧 天的智慧比人大 比人高明 小臣比天还要高 此地将的智慧不是智慧 那是下面解释反省 上面这个智慧就是清净心 流出的智慧 是自信 这个智慧的智慧的智慧的智慧 这个智慧的智慧 什么都知道 摄风三世 过去 现在 未来 遍法界虚空解 万事万物 没有一样 不知道 没有一样 你不能做到 你能做到 也就是说 你的神通 居足了 六大类的神通 你统统圆满 居足 我们今天 到二州 坐飞机要十几个小时 如果你又神足通 你到二州 七个动念 你到了 已经到了 眼睛能看到极乐世界 你这一念 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就看见 这是智慧 那 智慧是代表自信 自信 本自清净 自信里面 流出来的智慧 凡心 行事作为 亲近 无语之信 那 你必帮助众生 应以什么神得度 就信什么神 看他的程度 前身高下 跟他说法 所说的法 恰恰好 适合他的程度 他能听得懂 不深 不深不浅 很容易结束 无语 就是没有念度 亲近 无语 就是亲近 亲近 就是无语 无语之行 亲近之行 没有任务 见思 没有分别之主 不被思 人 闻声 不被声 人 我们听的音乐 喜欢听就注意听 不喜欢听就讨厌它 都被人 无语 菩萨听得很清楚 没放在心上 就不然 总言这句话 这句话很重要 大家记住 干什么都不放在心上 穿衣吃饭 不放在心上 鼻蚊香 舌肠胃 都不放在心上 清清楚楚 寥寥分明 这是智慧 这个智慧 不放在心上 就是敬慧 就是反心 唯涅槃 五行之业 菩萨 利他之心 这凡行 能为 一切不善之 对之 凡是 勤尽 利过时过时 他没有过时 他勤尽 也就是说 他所有一切 利益众生 包括自利 都没有放在心上 这就叫清净 这叫反心 如果放在心上 你的心被人物了 就不是清净心 真心 没有人物 忘心 有人物 忘心是阿赖耶 就像中讲的 我们见色闻神 六根结束六成 境界 阿赖耶里头 落些种子 就被人物 阿赖耶好像是个仓库 你把它收进去了 收藏在里面去了 这忘心 忘心没有智慧 忘心完全凭 你藏进去的资料 到时候他会拿 你要用的时候 都拿出来 像电脑一样 很快 真心里面没有东西 什么也没有 其作用的时候 完全智慧 他没有收藏 阿赖耶能变 不能现 现一切境界 是心 真心 把真心 现的境界 产生变化 变成十法界 变成六道轮回 这是阿赖耶 阿赖耶能变 自现能现 所以能现的 也正法界 能变的是法界 这个我们要搞清楚 阿赖耶能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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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赖耶能变化